印度它这个疫情太严重了 说是天灾 但是人祸的成分是非常之大的 最近在网络中有这么一个视频 是一个22岁的男主 跪在京城面 求他们不要了 这个氧气瓶从他母亲身边 他说如果你们拿走 他会死 他就搬走了 两个小时之后 这位年轻人的母亲就去世了 所以在印度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点不奇怪 虽然警方后来说 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拿走的氧气瓶 其实是空的 没有氧气了 没有氧气了 我们拿去换 得加氧气 不是说故意要从他身边拿走 但是有的报道就说 他们是把氧气瓶换给那些有钱人 或者说很有势力的人 所以印度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不奇怪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没办法